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张要开除或者是严惩医师这个事情 另外在现场一起讨论的来宾 还有资深媒体人兵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网络观察家 主大 各位大家好 这个署长 我们今天就直接单刀直入 直接切到您的这个引起的风暴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你前两天在电视上的开除说 真的是卷起了千堆血 炸开了 网络上现实生活中通通炸开了 刚刚署长来参加我们节目在楼下 还有一大堆人围着您访问 署长开玩笑说 现在都已经75岁了 还这么风头剑 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 不过这个有正面有反面 一届其实很多人都出来 踏伐您 围剿您 说你不要不懂装懂 第一个开第一枪的是无心带 过去我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他其实是激进党的一个党员 激进党 他就说你这个没有插过管的人 不要不懂装懂了 不过事件的原委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前天1月12号 署长去参加友台的政论节目 在那个时间点署长说了一段话 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像这样子截图 断章取义 我们今天尽量让其中一段 比较惹出争议的话 让他原因重现 来听听看署长 两天前到底说了什么 来听听看 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要多练习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需要责备他 因为这个挂一漏腕 这风险应该都是有的 都有的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这个偶尔发生 不用去怪责这个医师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最起码的 我们全世界有很多生物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里面的SOP 不一定是医师 就这个助理都一样 就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 他自己要把所有的房屋脱掉 再重新弄一套房屋 然后因为这是负压病房 他应该要赶快通报 然后自己再进到一个 隔离病房里面去 那么14天或更长的时间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局部的 就隔绝了 就OK了 可是他不是 他自己觉得我没事 好 这个我们尽量让他原因重现 不过因为这一整段 大概有7到10分钟 没有办法全全部部都让他出来 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到 杨书长一开始是讲说 挂腕漏医 不要去苛责这个医生 可是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现在大家围上去打烊治良 去踏伐他 一开始的截图是这样写的 这个他把这个我们署长 在节目上的某一些片段 截出来 包括了是说 但是他完全没有照这个SOP 所以这个医院应该给这个医师 某种的处分 假如我是院长 我最后在台大一个职位 就是医疗机构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开除掉 这是后半段 前面讲到吃烧饼 拿油不掉芝麻的 不要去苛责这个医师 是被砍掉的 所以您是觉得 你被断章取义吗 我最重要讲的就是说 比照那个长龙的 那个纽西兰的那位 不是医师 那个是医师 他有咳嗽 他有发烧 然后还要爬爬走 结果是什么 被砍头 对不对 被开除 还有罚款 对不对 那你作为一个 在照顾新冠肺炎的一个医师 然后你到8号 已经有咳嗽 发烧 结果他还去上班 还去照顾病人 到9号他就不上班了 这个要去查查记录是病假 还是试驾 搞不清楚 然后带着他的同居的朋友 到处去趴趴走 到12号就正式发病了 作为一个这样的医师 你认为比照这位祭师 哪一个比较严重 我现在苏贞昌常常反咨询 我反请教 我反请教两位朋友 觉得这样的医师 应该好棒棒 还有我们蔡总统出来 掩护他一下 那我太伟大了吧 署长的意思 我看我有没有误会错 我有没有议会错 就是这位医师可能在6号 疑似感染之后 他有症状了 可是他并没有 8号有症状 他8号有症状这是确定的 他8号有症状 可是他并没有请定假 他也没有在家里面 而且还照顾病人 健康管理 他还去照顾病人 还是如常去上班 你觉得光是这一点 就可以开除他吗 还有9号 他还要带着朋友去趴趴走 这样的话 我这是系统的问题 假如一个医院的院长 或者是我讲疫情指挥中心 这样的疫情指挥中心 做这个医师好棒棒 再给他35万 因为他因为蓝疫 所以要给他35万 我请问你 我真的是无言以对 不是陈志忠对我无言以对吗 我也对他无言以对 是 可是一开始 署长在这个节目上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插管的技术 可能没有这么好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插管到底怎么样蓝疫 到现在为止 疫情指挥中心也没有 有三种状况 一种就是他插管不小心喷出来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 所有生物实验室都有 就是有破口 比方说袖子破了 衣服破了 这有可能 还有一种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是发生了感染 那这三种是哪一种 现在我们不知道 这是疫情指挥中心才去调查才知道 这是一件事情 再来就是他染疫以后 他有症状以后 这样的作为 我反过来请教 我们的两位来宾 请教我们主持人 也请教陈志忠部长 也请教所有的观众 这样的话 这样的意思好棒棒 这样对吗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还是那位机师比较严重 我就请教各位 我们来看下一张截图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不仅仅只是一届在讨论的 引发社会 甚至是政治界 还有包括了我们的总统 以总统的高度 总统都出来说话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总统在他脸书上面 PO了这一篇贴文 总统怎么说 总统说 要为辛苦的台湾医护人员 我们要给他最大的支持和尊敬 此时此刻 我们不需要政治口水 讲的是说 署长你在做政治批评 你在做政治口水 不需要急着谴责医护人员 更不需要透过开除医师 这个就很清楚了 因为开除医师 只能有说而已 没人说 这个就很有针对性了 这样的风凉化 来打击前线的士气 把口罩戴好 就是对医护人员的知识 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在做政治口水 你在喷口水 不要用开除医师这样的风凉化 来打击前线的士气 我先感谢蔡英文总统 他把我抬高到这么高的地位 跟他平起平坐 但是我遇到他的话 他不是说可以拍桌子吗 我遇到他的话不是拍桌子 我要掀桌子 我是一个退休十年的离开政府 当然我今天听到说 馆长说要把我开除 建议蔡英文总统把我开除 连馆长都跳出来了 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台湾的公民 我是总统的偷家 我又不是官员怎么开除 是 这很奇怪 那我再讲一个 我非常希望陈时中 或者是疫情指挥中心 可以得到民众的信任 我不是为了陈时中 假如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经常在双标 我随便讲一个小命的事件 我就不提了 我让他骂翻了 而且蔡总统都假如落实 这个联合国的 世界儿童权益公约 他自己陈时中的网站都有 我都不提了 已经把他骂翻了 再来一个 你看看 对于某些媒体 你爆出来我罚你 对某些媒体 他就给他资料 署上 关于双标的部分 其实我们等一下还整理了很多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希望陈时中部长 可以达到我的信任 大家的信任 不是为了陈时中 如果有一天 陈时中还在担任 疫情指挥中心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还有运作 如果民众双标 因为不相信疫情指挥中心 我们这个疫情就不能控制了 所以我希望 我是非常支持陈时中 不是为了支持他 是为了整个疫情的控制 所以我希望陈时中部长好好做 疫情指挥中心 能够大家相信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对疫情指挥中心的信任度 一直在减少当中 这是不幸 但是我希望时中部长 包括蔡总统在内 能够让大家可以相信 你觉得陈时中 现在已经慢慢失去 人民对他的信心了 是不是 这要问大家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特别 记不记得莱主议题 记不记得其他 包括美台关系的议题 我们包括新闻大白话 还有很多媒体 不断的请教蔡总统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些回复 或是一些解答 蔡总统其实都没有发文 也都没有讲话 保持肩默 可是包括了这个 北部某医院院内感染 杨志良署长讲了一句 开除医师 蔡总统很快 非常迅速的回应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昨天就已经讲过 其实真正在政治口水 一直就是蔡英文总统 跟陈时中 跟民进党这些人 当然杨志良署长 刚把机师跟这个 医护人员做比较 我个人是觉得 有点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机师 他其实是自己有病 还隐瞒病情 然后到处跑跑跑 这位医护人员 他是在第一线 他可能一开始不知道 自己有生病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也有点不一样 而且我也必须说 我对医护人员 我是不太愿意苛责他们 因为毕竟他们在第一线 帮我们去挡这些疫情 所以他不管是出现 什么样的差错 让他今天不幸染病 我觉得就好好医疗就好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到现在为止 防疫指挥中心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染疫 到底真的是插管的原因吗 因为前两天 陈时中好像是定调是插管 1月12号礼拜二下午 陈时中部长特别讲说 可能是在插管的时候 喷煎到了 隔天其实有改口 张尚淳医师说 现在还不确定 是怎么染疫的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 接下来一个动作更奇怪 就是始终不愿意做腐筛的 这个陈时中部长 突然决定这一家 到现在还叫北部某医院 2500个人 对2500个人要做普筛 那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 如果很明确就是在 负压病房里头 只是因为插管喷剑 造成了这样的原因 你干嘛做普筛 你过去这么多事件 你都不愿意做普筛 为什么要做普筛 所以我必须说 我不想去谈论太多这些口水 那当然杨署长 我相信他会愿意为自己的 言论负责 那我觉得他也挺身而出了 也面对大家的质疑了 所以我觉得真正 我担心的重点是什么 是我们的SOP中间 到底有没有什么环节 出了差错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才能够保护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如果找不出原因来的话 到最后又沦为 政治过程的祸心一调了 其实真正暴露在危险中的 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事实上全台湾的民众 都暴露在疫情崩溃的危险当中 今天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 也发声明了 他说疫情当前骚乱军心 杨志良前署长请立即 为不当的发言来道歉 包括王定宇 不断不断的做出 非常多的梗图来攻击 杨志良署长 王世坚也说 讲这种话非常没有人性 更不要说 陈时中部长在昨天的记者会上面 怎么讲的呢 有人问到他说 对于杨署长的发言 说要开除染疫医师 他说坦白讲 我无言以对了 今天他上了Coco姐的节目 Coco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要请杨志良道歉 他不太针对问题回答 他说有社会声望的人 更应该谨言盛行 朱大 没有 我觉得先这样讲 我干脆直接现场问 杨志良前署长几个问题好了 你刚刚讲说他有了 这个疾病的征兆 还上街 还出去逛街 可能跟他女友约会 请问你知不知道 他疾病的征兆是什么状况 他自己讲他咳嗽 是 请问是咳一声 还是一直咳 还是咳到肺都快要掉出来 这个怎么知道 对 这个你不知道 所以你在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今天张上纯讲的是 他事后回忆 才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症状 早上起来咳了一声两声 如果是这样子 杨志良前署长 在资料这么不足的状况下 你就说要开除 我不明白 为什么杨志良前署长 会觉得这个东西 说起来是何道理的 你的资讯不足 你的判断不够 我们可以说要检讨SOP 但我们直接说要把它开除 甚至你把它跟案765 一个彻底隐匿病史 甚至隐匿足迹 纽西兰籍的伊朗裔长龙基斯 来做比较 那个人在我眼中 根本就是犯罪者 我觉得杨志良署长 今天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苛责 是因为你手上拿到的资料不够 但你下的判断太重 开除是我们对这个人的一个 在医院里面的终极处置 那你到底确认 是不是SOP出错 他出错 或者是他后来的判断出错 都没有确定的状况下 你就要开除他 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 署长 在资讯非常有限的状况下 讲这些话会不会太过了 第一个 一个医院的SOP 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说 我有咳嗽 我有发烧 然后一直拖到9号 9号我们应该查一查 他请假是请病假 还是请试驾 然后他明明知道 有发烧 有咳嗽 为什么 在包的时候去看病人 那还没有关系 他又拖了三天 然后这显然他已经 症状非常严重了 杨书长等等 症状没有严重是你的假设 你刚刚说你不知道的 你到底知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拖了三天 那你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会说他拖三天 他如果没有非常严重的症状 请问有没有轻症 杨书长你到底有没有看完 这所有相关的报道 有没有轻症甚至无症状的可能 咳嗽一声也是咳嗽 两声也是 发烧 低发烧也是 高发烧也是 那如果你说的都对 他是发高烧 严重咳嗽 气喘 我绝对同意 这是很严重的病争